大家好 这次游戏废人 前几天有流出了星环星级的解包资料 但星环其实是2.1的角色 而2.0的火兔跟不破都还没有资料流出 老实说这时候流出星环的资料 会是未来实际资料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 但我之前有讲过 如果流出来的资料跟入版完全一样 那有可能是根本还没有去动它 但流出来资料如果有不一样的话 这有可能就是游戏公司的修改方向 既然星环这次的星级资料跟原来的有蛮大的落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到底星环会怎么样去调整 因为整个说明蛮长的 所以我直接把中英文放在画面上给大家看 不会整个完整的念过去 但还是会稍微解释一下它的内容 首先是一星的部分 入版原来是释放任意武器技能或联系时 若自身守护达到最大数量时 会刷新守护时间 但是国际版的用语改了 它改成是释放任意武器技能或联系时会触发守护 这个词应该用触发会比较接近 而它后面是一个冒号说明 如果我们按照入版的能力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的解释应该是 你达到五成以上守护的时候 只要释放任意武器技能或者是联系 它就会刷新守护时间 至于它使用触发守护这一个词 是因为在后面还会有类似的效果 需要释放武器技能或联系 它全部都把它改成触发守护 这样子可以避免整个文本过长 这其实算是很多中文游戏转成英文 为了避免文本过长会去做的一个文本修改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都在用这个东西 用的有点烦 就是你中文的游戏你要改成英文 你会发现整个文字变得肉肉等 那除了这个以外后半段的 并根据场上守护数量 对敌人目标造成守护数 乘以百分之百物工的物理伤害 这个两边算是一样的 但是到底它这个的触发条件是 必须要守护达到最大数量以后才会触发 还是你场上只要有守护 就算没有达到最大数量 还是可以触发这个伤害 这可能需要有玩过路版的玩家来帮忙解答 但我觉得这一块 国际版跟路版应该是会一样的 就是如果路版是可以在没有最大值就触发的话 那国际版应该也可以不用在五层就可以触发了 那再来就是三星能力 三星能力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所有守护造成的伤害提升20% 改成所有守护伤害提高30% 再改最多的其实是五星的部分 五星这一个其实算是下修 他把原来的宽束守护以及回物守护这两个合并成一个 而原来的回物守护其实是针对自己有比较强的保命能力 等于是他现在保命能力被大幅下修 国际版改成的能力是启动守护 就是上面第一条一星额部分讲到的 释放任意武器技能或联系时会启动守护 这个启动守护发动五次后可以获得强化守护 而强化守护可以帮你抵挡一次的致命伤害 并且回复15%的生命值 原来的宽束守护只能够叠一层 而悔物守护则是可以叠五层 因为他全部被合并成一条 而他的能力比较偏向宽束守护 所以我认为他会变成像宽束守护一样 只能够叠一层而已 也就是不管你是用在自己还是用在队友身上 都只能够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不像原来可以抵挡到五次 所以算是非常大幅的下修 把保命能力大幅的下降 其实这一点从之前我讲到的意志也可以看出来 心环的意志所有的保命效果通通都被拔掉 只剩下增伤效果而已 那再来就是六星部分 六星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每层守护获得的最终伤害跟治疗提高 从原来的3%变到5% 全满一样是五层 所以从原来的15%变成25% 持续时间也没变 所以就是完全上修 虽然看起来伤害是大幅上修 但因为最重要的五星自身保命被大砍 从保五次变成只能够保一次情况下 可以知道现在国际版的走向就是 未来伤害的膨胀还是会有 但是他不会给你那么强的保命能力 也就是没办法像路板一样 你伤害又高又可以战装打 招式要闪的还是要闪 不闪该死的还是会死 除非你有办法高到渺亡 但以现在来看他的伤害压制 即使他给了这些辅助 毕竟星环在路板之所以强势 是因为他有很强的保命能力 加上还可以的输出 但是我们在看路板资料都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输出的属性 应该没有人推荐你是物理队 所以星环他提高输出 你要说就会破坏平衡吗 我觉得也不至于 因为对比同期前面的不破 跟后面的天狼 其实星环他的物理队 并不是输出特别高的 而他现在的保命能力还被砍 所以严格上来说 如果这一整个能力 就是到时候实装能力的话 其实星环看起来 应该算是被下修才对 而不是被上修 但另外一个之后还需要再注意的 就是他的面板有没有被调整 因为毕竟星环被改成这些能力 是因为星环他本身是辅助武器 所以他的这些能力 也可以放在队友身上 对于队友是可以增伤的 但是他自身的伤害 还是需要看他打出来的攻击面板 而星环本身的普攻面板 其实是高达905%的 之前我有提到过 火兔是643% 但因为火兔他可以加上星级的普攻倍率提升 所以才可以达到特别高的1000多% 但是905%放到现在台版的话 是超级超级高 所以即使他在这边的增伤有提高了 但有可能在面板部分 他还是会被下降 那如果面板再被下降的话 那星环真的就算是 也被超级大砍就对了 生存率被砍 那自身的输出也被砍 只剩下对于队友的伤害辅助 可能算是提高了 当然星环毕竟是2.1的角色 这些资料你要说是最后失装的 老实说还有点早 就当作是一个参考 可能也算是有一个心灵准备 知道之后在生存命人部分 他是会被砍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